臺媒稱林瑞陽 張婷夫婦在涉嫌傳銷的風波後 已秘密返回臺灣 一家人低調逛街 一切如常 生活似乎沒怎麼受到影響 林瑞陽雖然亦是年過六旬的老人 之前就說她健康亮起了紅燈 走路都需要拄著拐杖 不過 現在的她腿腳十分靈活 走路不僅不需要人攢扶 身姿挺拔 而且步伐也穩健 在台媒的報導中 她與一位中年女子乘坐百萬豪車 一起到靈航吊艷好友 深情略下哀傷 隨後 林瑞陽目送同行女子離開 對方將豪車開走 她只好與妻兒搭坐出租車前往下一個地點 以前張婷可是很多人心中的不老女神 然而這次的她卻格外憔悴 素顏狀態下臉色並不好 稀疏的頭髮被風吹到凌亂 頭頂一塊白色的斑凸十分刺眼 早年間 張婷與林瑞陽夫婦演技的確非常好 她們都有各自的代表作 工程名就之後 兩人並不滿足於現狀 而是發展起其他業務 還創辦了化妝品公司 但是 她們的公司TST 婷秘密已經被市場監管部門正式判定為非法傳銷 根據相關規定 張婷夫婦被沒收違法所得1927.99萬元 罰款170萬元 總額共計約2100萬元 其實 張婷 林瑞陽公司出問題的事情之前就有媒體報導過 在那以後 張婷夫婦的社交帳號就是一個封禁的狀態了 但是 後來 她們的產品卻在各個平臺上逐漸恢復了銷售 甚至有消息稱 張婷、林瑞陽早就把資產轉移到了開曼群島 而被轉移到海外的資金高達600億 但此消息還帶查證 張婷在做女強人之前是一位演員 拍過很多大家熟悉的影視劇 淡出娛樂圈之後才開始發展自己的事業 在之前做演員的時候攢了不少的人脈 有不少明星都為她站過臺 像徐征、陶洪夫婦、林志玲、李小璐、吳宗憲、曹格等人 都為張婷夫婦宣傳過他們公司的產品 但不知道的是 這些藝人是否知道他們宣傳的產品是非法傳銷的產品 在一眾的明星中 就屬徐征夫婦處理最多 小陶洪更是頻頻出席TST的產品活動 並且說道 這是我們自己的企業 這是我們的驕傲 畢竟 陶洪和張婷是閨蜜 他們多年來一直是我中有你 你中有我的關係 據瞭解 小陶洪和張婷合作的這些年 小陶洪本人與其公司全都入股 從2016年到2020年 五年內 光是小陶洪公司入股部分合計分紅就有4.2億 但是 關係再好的閨蜜在自身利益受到威脅時 這段閨蜜情也很難維持 陶洪前腳剛退出張婷的公司 後腳張婷的公司就被查處 陶洪的這一番行為讓人很難不懷疑他是不是提前得到了什麼內部消息 才能夠在這場風波中全身而退 既得到了利益又規避了風險 也不止張婷一個人賣力為公司做宣傳 張婷的丈夫林瑞陽也曾為自家的視野出過力 不過 林瑞陽這邊宣傳的畫風有點奇怪 她的身影出現在很多寶媽的朋友圈 這種照片說正常也是很正常 就是看起來非常有違和感 不過 從照片中我們能看出 這群寶媽和林瑞陽的關係很好 也許是公司的潛在客戶 遙想2021年12月份 TST廷秘密發表的 《堅持合法經營 依法納稅》的聲明在現在看起來諷刺極了 很難想像這份聲明當時是怎樣坦蕩發出來的 因為公司TST廷秘密涉嫌傳銷 微商女王張婷 沖上熱搜的頻率 比她30年的演員生涯的總曝光量還高 這對被業界封神 被認為是明星成功轉型商人典範 自2013年開始 自創品牌做微商 短短8年 就締造了成千上萬遍布全國的代理商 我們不去探索她的商業秘密 我們回歸人本身這個話題 看著真實生活中的張婷 是個什麼樣的生活狀態 張婷從小生活的原生家庭並不富裕 父母為了養活5個女兒 走街串巷做起了流動攤販 這麼說來 張婷打小就生活在創業型的家庭 張婷還曾在親戚家的美容店當過學徒 因為長得好看 被發覺拍了廣告 從此與娛樂圈結緣 2006年 經過林瑞陽10次的求婚後 張婷終於選擇嫁給了這個大她10歲 長得像老太太的富豪 林瑞陽也是一名老演員 但也曾有著第一小生的美誉 只是她早年就下海經商了 嫁給林瑞陽後 張婷便過上了阔太太的生活 張婷曾自曝 老公林瑞陽天天為她燉燕窩 她曾經在綜藝節目上分享了自己奢侈的日常生活 在上海有著價值2億元的獨棟別墅 而這間裝修的金碧輝煌的豪宅是張婷最常居住 也只是眾多房產中的一套 據張婷透露 平時有5個庸人負責照顧她的生活起居 包含兩位保姆 一位負責接送張婷出入的司機 一位主犯阿姨和一位打掃阿姨 這完全就是貴族生活 而這套位於名人惠籍區域的豪宅占地1000多平方米 雖然不處於上海鬧市 但是地理位置非常好 距離黃埔江只有幾十米 從陽臺往下看 能直接俯瞰整條黃埔江 大上海的繁華一覽無余 房子的外觀設計十分宏偉 內部每個小區域都環罩著綠植 從外觀和環境都給人頂級的享受 張婷經常在房間中拍攝照片和視頻 分享日常 也經常邀請朋友前來參觀 張婷在帶領主持人採訪時表示 房子大到朋友第一次來做客都會迷路 連找到廚房都不太容易 這間豪宅僅僅是客廳的面積 比普通人家居住的房子還要大上好幾倍 居住在這裡可以享受完全的贖心 張婷還將天台的一面改裝後 變為菜園 平時沒工作的時候 就在戶外大片的休閒院子裡種菜打發時間 要麼是帶著孩子來這裡玩耍 陶冶一下情操 在頂樓部分還有著一個300多平方米的頂層空中花園 有著扶手和拱門等裝飾 在這裡休閒享受清新的空氣和閒視的美景 可謂是別樣奢華的精緻生活 該豪宅的外部裝潢十分精美 外牆鋪貼著大理石 還有雕刻著花紋的羅馬柱來裝飾 裝修的細節都掩蓋不住奢華 室內也採取著豪華的歐式裝修風格 有著貴氣十足的高端家具 幾乎都是從國外訂製好在進口過來 不僅有著水晶吊燈 牆上還有著內嵌式漁缸 就連沙發的邊框都是用金絲薄邊的 整個房子就好像是大氣典雅的歐洲皇宮一般 張婷還透露道 自己為了一回家就享受到熱氣騰騰的熱水澡 每次都要提前告訴保姆準備洗澡水 因為浴缸大到放水兩小時才能放慢 感覺住在他們房子裡不需要健身 因為每天都要走很多路 像是逛街一樣 另外豪宅裡有三間他的超大衣帽間 一個房間裡就擺著密密麻麻的幾百雙鞋子 連鞋櫃中都有著燈帶方便他找鞋 誰看了不說這像一個商場的專櫃呢 每次買衣服都是同一款式及其不同顏色 遇到喜歡的他最多是一次買了7件 但張婷曾對外宣傳自己每天只花10塊錢 而張婷不止在上海有豪宅 林瑞陽最得意的也就是他龐大的業務市場 遍及中國13個省市 他們在北京和杭州等一線大城市 也有著同樣的配置豪宅 且北京還不止一套房產 可見張婷的財富水平讓普通人望塵莫及 張婷還在綜藝節目上透露 由於購買房產過多 自己某次拍戲兩三個月回家後記錯了住址 在自家房子的電梯口因為忘記家的樓層 而久久沒有進電梯 最後在警衛的幫助下才成功回家 那麼張婷夫婦在當年有多風光呢 曾帶著員工經銷商包下海洋量子號豪華郵輪 告年終聚會 幾千名的代理商不僅包吃包住 還巡遊幾個國家 更是請來了明星表演 當時的小桃紅還跟張婷夫婦關係很好 全城也都參與了 像極了帝國盛會 而林瑞陽更像是指揮千軍萬馬的將軍 不知道林瑞陽再次看到自己昔日的照片 是內心洶湧還是感慨萬分 當年的他們就是焦點 是明星企業 揮斥方球 當年的高調與如今的蕭條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在與林瑞陽結婚前 張婷還是一個優秀的當紅演員 2000年她因出演《絕色雙交》而在中國內地走紅 還獲得了中國臺灣第一酒窩美女的美稱 然而這還不是她演藝事業的頂點 2006年她主演的古裝神話劇《夜光神碑》 進一步將她的事業推向巔峰 但成名之後的張婷並沒有進一步發展自己的演藝事業 反而是和當時還是臺灣當紅小聲的林瑞陽發生了緋聞 而此時林瑞陽已婚且有子 兩人的情感糾葛曝光在眾人的目光之下 名聲一片狼藉 甚至南方經紀人夏玉順更是諷刺張婷為 蜘蛛精勾引唐三藏 對於夏玉順的諷刺 張婷在發布會上氣不成聲 我實在忍受不了夏玉順一而再再而三地公開誹謗我 你們看不到我這麼努力嗎 我只想好好工作 不要再欺負我了行不行 最後張婷哭到昏厥 被搀扶離場 而這件事對林瑞陽和張婷的名聲和事業 也都造成了不小的影響 後來身敗名裂的兩人開始轉戰內地發展 隨後在發布會上聲稱 絕對不會在一起的兩人卻在2006年結婚了 婚後的兩人大秀恩愛 真是令人感到諷刺啊 不管怎麼說 張婷夫婦走到如今的這個地步 也算是自食惡果了 等級別人之間 我沒有在一起的 你們多見不記得 如果是我的歌詞 話不講話 本節目 讓大家看見